主宰走泡 這是最快 這都叫這全位 中路動起來 買房換房看過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比 貼心小提醒 疫情期間出門在外 還是要記得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要保護別人喔 好的 為什麼影片一開始 艾比就這麼興奮呢 因為今天要帶大家來認識一個 桃園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是號稱在世界與雙北之間的綠寶石 哇 這個名稱光聽就很厲害吧 好的 你們一定在想 什麼 桃園有這麼厲害的地方 我哪也不知道 沒有錯 就是我們一開始slogan提到的 中路重劃區 別急 跟著艾比看下去 除了帶你認識中路重劃區的厲害之外 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也會針對今天介紹的建案 提供選購評估給大家喔 走吧走吧 生活機能如何 相信很多人都跟艾比一樣 覺得旅遊是一個非常好的充電以及放鬆的方式 從中路重劃區到桃園國際機場 只需要10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飛往世界各地旅行啦 到台北也只需要30分鐘 不管是工作還是旅遊都非常的快速又方便 可是 房價卻只有台北的三分之一 太棒了吧 那為什麼稱為綠寶石呢 因為中路重劃區是桃園的高率負率純住宅環境 在這邊擁有了三塊超過1000坪以上的 峰河公園 向陽公園 以及水秀公園 那我們現在身在的這個峰河公園 它除了擁有全桃園市最強的溜滑梯之外 還有沙坑遊戲區 以及盪秋千 草波觀想區 爸爸媽媽非常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一起來這裡玩喔 新推薦案有哪些呢 目前中路重劃區的新推薦案有 金茂宜河 合友公園萬 景都巴黎 峰藝峰河 以及峰格109 好的 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讓我們趕快來看看這五個新案的個別介紹吧 金茂宜河 它的基地住入於桃園市桃園區鄭光路和鄭光二階的交叉口 規劃地上23層 地下3層 總戶數總共有172戶 店面8戶 主要是以80-90坪2加1房的產品為主 訴求四面寧路 擁有中路側區最雄掘2438坪的基地尺度 得有公園萬 基地住入於桃園市桃園區國姓街國姓公園旁 它是位在隆安商圈跟中路重劃區 規劃地上14層 地下3層 總戶數總共有128戶 店面有4戶 主要是以22-32坪兩房三房產品為主 訴求中春衣服日籍金宮上將 搭配建築私人凌淵源浪漫奇想 讓你回家都覺得在市中心有自己的私人VVIP的感覺 景都巴黎 基地住入於桃園市桃園區 例行度385項 鄰近向陽公園 規劃地上15層 地下4層 總戶數總共有222戶 主要是以24-41坪三房-四房的產品為主 訴求時尚精品飯店宅 封藝封河 基地坐落於桃園市桃園區溫州一路286號 規劃地上26層 地下3層 總戶數總共有150戶 主要是以35-39坪三房-44坪三加一房的產品為主 訴求公園手牌輕生豪宅 風格109 基地坐落於桃園市桃園區正光二階223號 規劃地上14層 地下3層 總戶數總共有104戶 分為AB兩棟各52戶 空間大概都是46-53坪為主 訴求專業設計師協助選配裝修訂製所有你對家的想像哦 到底該選哪一個好呢? 哇塞 看完了以上5個這麼棒的新建案 不知道該選誰好嗎? 沒關係 讓艾比來幫你做選購評估 如果你想要住在鄰近公園綠地 隨時擁抱大自然 那你可以選景都巴黎 封藝封河 或者是德友公園外 如果你喜歡高樓地標 享受君臨天下的景觀 那你就可以參考金茂怡河或封藝封河 那如果你是希望住家出入單純 想要住在低密度社區的 就可以選擇風格109 如果你是特別重視 建商品牌或者是售後服務的 那你就可以參考金茂怡河或風格109囉 看完了中路重畫區的新建案與選購評估 對於中路重畫區的現況與發展 有沒有更進一步了解呢?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有任何的問題或意見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如果你喜歡愛比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喔 中路動起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ajuda 馬俊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在一起 等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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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